在全家便利商店做什么事情 才能真正呼应这句话呢 全家就是你家 全家就是你家 看包子 大电脑 滑手机 优兵众向苹果爆料 寄书上周四晚间 发现有穿着内壶高中运动服的学生 竟在捷运文德站旁的全家便利商店 主我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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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诉人批评 学生过度战略他人作义 行为很夸张 还算说 混了全家就是你家 二成这样 很可怜 哦 学校怎么说嘞 内壶高中回应 这些学生上周四 有把火锅相关用具和食材带去学校 意图在教室煮火锅 但刚开始就被教官发现制止 校方不晓得他们离开学校后 去全家便利商店主 校方也说 将请学生注意在校外局势 也会在讨论带瓦斯路道校 是否违反校规 全家则表示 基本上只要不异常他人 例如不站位 不喧哗 不造成张罕等 他们都会尊重消费者使用 不过全家也说 在店铺外吃火锅 的确不是平常会发生的状况 社会中心 没有最狂 实有更狂啊 报导